这个眼睛红肿看不清东西怎么办 那赶紧来认识一下这位本草 这个就是清香 它上面这一段是它的花絮 上面长了很多小花 那你把它这个花絮揉一下 会掉出来这个黑颜色的这个东西 这个就是它的种子 这玩意儿就是一个好东西 叫清香籽 在古代还叫它草绝名 那你只要听到带绝名两个字 它的作用基本上都是跟眼睛有关 但是这个东西它会扩散瞳孔 你们知道它的作用就行了 但是不要去轻易去使用 那这个清香籽的价值呢 在这个神龙本草经很多典籍里面 都有非常多的记载 那这个清香籽主要呢 主要就是清干泄火 明目退役的一个作用 那你比方说这个目次肿痛 事物昏花 还有目身一磨 皮肤风热烧痒 这一类都是非常的OK